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台湾的馆长陈志汉在台湾办了一场非常失败的一个游行啊 因为啊他办的这场游行去的人真的是不足够多呀 不过呢咱们可以从陈志汉馆长办的这场游行跟大家聊聊在台湾这帮政客是如何骗傻子的 今天会从政治以及馆长办的这场游行他的一个口号啊 跟大家聊聊台湾政客如何骗傻子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啊从政治的角度上看啊这场游行如何骗傻子啊 首先啊这场游行是馆长陈志汉举办的 不过呢他邀请了一位啊台湾的政客时代力量的黄歌昌啊 这个黄歌昌是何许人也呢对不对台湾花学运啊出来的一号人物啊 再结合啊这个柯文哲其实也是啊从太阳花学运一起发家的那么一个政治人物啊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馆长与啊台湾花这个关系之密切对不对 尤其是啊他这场游行他还面向的是谁呢是台湾的年轻人 对不对年轻人要站出来年轻人要如何如何 总而言之看似啊很重视台湾的年轻人是重视台湾年轻人吗 其实并不是啊为什么啊一说口号一喊口号啊一说我的宗旨都是面向年轻人 原因很简单因为年轻人他简单的年轻人容易啊上当吗年轻人容易被骗子骗吗 社会经验少吗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现象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 你哪怕你觉得不爱听他也是个事实啊年轻人容易啊这个气血上涌 总而言之吧一上头很多的事情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个判断 他们这些人一说口号就是我面向年轻人你就知道原因了 尤其是之前的台湾的所谓的太阳花的学运也是以年轻文年轻人为主体 学运吗都是学生吗 讲到这的时候我必须要跟大家提案看了一下啊这个现场的一些视频 尤其是啊那一位啊这个时代力量太阳花出身的这位黄国昌啊 还讲了一些话呀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黄国昌还刻意的啊在这个场合上面啊像这个民众喊话喊的是什么呢 喊的是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啊这个没有任何党派啊组织背景的一个一个 一次游行对不对没有任何党派没有支持特定的任何一个党派 其实我相信啊各位都只要是稍微了解点啊台湾的这个圈子的话 大家都会明白啊你像这个馆长举办这场游行 他是支持的是谁呢 柯文哲嘛对不对刚才跟大家讲了 柯文哲黄国昌都是靠着太阳花学运起来的一些政治人物啊 不过呢黄国昌为什么要强调啊 没有支持任何特定的一个党派呢 其实这就是这个太阳花学运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奇奇怪怪怪的一些啊有点颜色革命性质的一些一些群体吧 然后他们喜欢玩的一个一个套路这个套路是什么呢放到香港那边叫五大台对不对 香港不管是啊这个这个占中还是这个这个之前大家很熟悉的啊反修例的那场暴动对不对 然后都是啊声称啊我们是五大台五大台就没人阻止对不对 没有中心啊放到台湾那边大家也会啊很熟悉啊叫什么呢 去中心化啊相信啊大陆的很多同学也听过这个词去中心化就是没有中心啊这个领导的团体 没人领导我们全都是自我发起的 这个你要是啊骗年轻人啊可不可以呢可以年轻人会相信啊我愿意我就是自己上的对不对 可是你自己上你是听谁说的呀 对不对你总得有个时间吗啊你总得有个时间地点吧 比如说啊我说决定啊这个12号的早上在哪哪哪哪哪对不对咱们要干嘛干嘛 可是啊哪怕你这个时间地点说的稍微有点不清不楚你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啊 12点的啊12号的早上8点在哪集合对不对 结果呢你没有说8点咱们12号去哪 那你9点去的也有10点去的也有对不对 你下午2点去的人也有晚上啊半夜9点10点的时候去的人也有 你就凑不到一起去你就不可能发起什么样的游行搞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所以说没人组织谁信呢都在没有一个啊精细的一个组织谁信呢 必须啊地点场合时间啊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非常的准确 这场运动才会做起来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去搞呢 为什么在香港他们要喊吴大台 在台湾要喊去中心化 为什么 原因非常的简单吧 就是啊我们都是民众好像都是啊一般的老百姓发起的一些运动 然后强调自己的正当性 对不对 我们没有任何政党啊在背后支持 我们全都是个人发起来的 你一个啊颜色革命的一些啊群体你玩这个 对不对 你现在玩这个还有人信你吗 就像啊之前跟大家讲为什么说 就是说这些人是颜色革命的 对不对 尤其是啊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颜色革命 为什么 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 那就是啊这个太阳花学运里边所谓的两个领袖 林非凡陈为庭对不对 他跟香港的黄志峰啊认识 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个黄志峰啊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年纪啊 他们就认识了 大家想想这个几率会有多低啊 就是说一个香港的初中生 对不对 一个啊这个这个台湾的十几岁 二十岁的年轻人 高中生大学生啊 就这种年纪 然后的话啊 他们竟然远隔千里啊 在在一个特特别的一个场合 两个人两边人认识了 认识完成了之后呢 两边人回到香港 回到台湾 同时啊 也不一定要同时吧 差不多的时间段之内都成为了香港台湾最关注的啊 那种年轻人的领袖 而且还发起了台湾这边发起了这个太阳花学运 然后香港这边发起了战中啊 反修例暴动啊 等等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 一些运动 对不对 这这太起太巧合 也这个几率也太低了吧 对不对 一个啊 一个处众上十几岁的一个年纪啊 台湾那边搞太阳花的时候 香港那个那个黄志峰才十六七岁的一个年纪啊 十六岁啊 对不对 懂个屁啊 总而言之吧 大家就可以想想 要是你们都已经玩的那么的明了 玩那么白了 颜色革命的一个套路 走到现在他还在玩 对不对 黄国长一定要强调啊 他们发起的这个游行 他的一个正当性 年轻人全部是自发站出来了 自发有一些需求 往外啊 对一些啊 台湾的这些国民党啊 民进党施展一些压力啊 然后的话啊 打造自己的正当性 可是啊 骗嘛 对不对 归根阶级就那一个字 骗嘛 三个字嘛 骗傻子嘛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还是啊 我们都是自发的啊 去大台的 去中心化的 吴大台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然后的话 都是你们啊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不是我们有些特定的政党 在背后支持 搞这个 对不对 尤其是啊 在这个馆长办的这个游行上面 黄国长还直接的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表达出来 我们没有特定政党支持 是没有特定 没有特定政党支持 你们支不支持那个民众党 支不支持柯文哲啊 对不对 这种假话就能够就这么直接的往外去扔 而且下边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民众啊 台湾的这些民众还那么支持相信 啊对对 没有没有特定政党支持 说的对 这不是大型啊 骗傻子的一个现场吗 骗子在上面讲话 对不对 然后我说什么话 他们是他们都信呢 那下边人还真信 对不对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没错 就是没有任何政党在背后做做做背景 没有任何的支持 对不对 这就是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是从政治的角度啊 跟大家看啊 怎么样 政客 台湾的政客怎么样骗傻子啊 这是一 二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馆长办的这场游行 他的一个口号 这个口号 也是啊 大型的骗傻子现场了 这口号呢 就是啊 司法正义啊 居住正义 大游行 对不对 两点啊 司法正义 居住正义 这两点 为什么是骗傻子呢 首先啊 他为什么喊这个司法正义啊 司法正义就是啊 这个台湾啊 前前一段时间 这个经常社会的新闻啊 往外去发 有一些棒球队的队员 这个棒球队啊 这是台湾的那边啊 年轻人啊 给起了一个外号 棒球队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发生点什么矛盾 比如说开车啊 有些摩擦 马上对面的车 就下来好几个 黑衣大汉 拿着棒球棍 就对一对你 进行一阵的敲击 对不对 然后呢 台湾那边年轻人 戏称这种现象 棒球队嘛 棒球队啊 这个现象太多 好像台湾的黑恶势力 非常的严重啊 台湾的司法不张 对不对 然后呢 总是台湾 台湾太黑暗了 到处都是黑社会 对不对 这个馆长也是啊 这个也深受其害啊 深受其害 我认知啊 反对啊 这些黑社会啊 台湾的这个政府 为政府 你们要什么 要要要给这个社会啊 要安定一点 对 要要让大家感觉到平安 不要到处都看见棒球队的一个现象 这是司法正义的这个口号 然后呢 居住正义是什么呢 对不对 年轻人最关心的啊 我要住房 我要住房 房租太贵 房价太高 对不对 我认知啊 我们年轻人啊 在台湾活不下去了 为什么说啊 这两点啊 他是一个骗傻子的一个事情呢 很简单 对不对 你看似啊 这些话题 这些议题啊 都特别的正当性 对不对 台湾的这个治安不好 到处都是棒球队啊 这个民进党政府要负责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这个房租太贵 房价太高 然后的话 这个啊 民党政府 他得他得负责 这两点 他背后的原因 台湾社会啊 出现这两个问题的原因 都是一个 咱们先说啊 这个柯文哲 咱们先说柯文哲 尤其是这个馆长办的 这场游行啊 其实就支持柯文哲去的 柯文哲也参加了这场游行 对不对 也发表了一番的讲话 对不对 柯文哲其实谈过 这两个问题的居住正义 跟司法正义 柯文哲谈居住正义 他是提供了几个方案的 他这个解决方案 非常的有意思啊 首先啊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老百姓 看政治人物 看什么 其实台湾人别 别说啊 就是说政治人物骗傻子 但是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知道 你提这个居住正义 那如何解决 这个居住正义的问题呢 刚才说了 柯文哲给的方案 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是什么呢 很多大陆同学 肯定也听说过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呢 要征收啊 这个房产税 加重税 对不对 加重税 让你们炒房 让你们炒房 越炒 越收税 其实啊 对于年轻人来说啊 听到这种解决方案 他肯定会非常的爽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呢 大杀四方嘛 对不对 我要赢麻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针对坏人要弄死他 针对好人要捧起来嘛 年轻人比较简单嘛 就喜欢爽 干他就完了 这没有任何的办法呀 但是的话 柯温哲说的这个事情 他能解决台湾的房地产问题吗 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加税 到最后都加到一般人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首先啊 你看房地产问题 你得看一个供需的问题吧 其实对于台湾的政客而言 对于台湾人而言 其实都要啊 想想台湾政客不用想 因为你啊 天天思考着 比如说啊 台湾年轻人啊 买不起房子 租不起房子 太难了 我们要替他解决问题 对不对 你要真的是啊 深思熟虑啊 替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啊 这种居住正义啊 所谓的居住正义的这种问题 你起码得思考 对不对 这个供需问题 因为啊 年轻人啊 租不起房 然后的话 住不起房 房价太贵 如果说我们提供的房子变多了 对不对 那房价相应就会往下去掉 然后这个租金也相应往下去掉 所以说年轻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供需问题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对不对 可是呢 柯文哲没有聊过供需啊 聊的就是加税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 原因又会 原因很简单 待会跟大家讲 这个供需的问题啊 他就会有一个延伸的问题 那就是啊 台湾的土地在谁那里 台湾的房子在谁手里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其实不管你怎么算 土地他都是在少数人 少部分人的手里 房子同样也是在少部分人 少数人的手里边 房价越高能够买得起房 能够买得起大量房产的这种人 肯定都是一方的势力 他如果没有钱 不是一方的势力 他买不了那么多房 买不了那么多的土地 所以说本身啊 这个供需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少量的土地啊 大量的土地跟大量的房产都囤在少部分人的手里边 假如你下重税的话 你改变不了这个供需啊 对不对 你改变不了供需啊 你你下了重税 然后的话房产被少部分人掌握 土地被少部分人掌握 他就他就不卖房 房价你就下不来 对不对 我不卖房吧 我们少部分人控制着这个房子 你加了多少的税 我不卖了 对不对 我就是啊 提提升啊 你的需求 只要啊 买房的人 想要买房的人 是多的 年轻人要结婚嘛 啊 想人只要你想要结婚 想要买房 你这个需求就不会变 对不对 你这个需求不会变的话 他限制房产的供应的时候 那个房价 那个那个啊 那个加的税 你你谁买谁承担呢 这是同样的道理吗 那手上有房 有土地的人 不会承担这个税的 租房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对不对 总而是这个供需 你不改变了 不改变的话 你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可是啊 刚才跟大家讲了 台湾的少部分人掌握了 台湾大量的房产与土地 这一部分人是什么人 这一部分人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台湾的门阀士族 这个地方派系啊 就这些人呢 同样也就是啊 台湾的门阀士族老乡生啊 他们掌握着这些东西啊 这些人的利益 你能得罪吗 这就要讲到柯文哲 为什么 然后的话提了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个方案呢 就是加重税 房产税 这个事情根本就解决不了房地产供需的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因为你没办法直指核心问题 太得罪人 得罪的是什么人 地方派系 门阀士族 这是台湾的人上人呢 这些人经常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 大家去看一看台湾的县市级议会啊 这里边那真的是啊 不得了了 对不对 谁谁谁的姐姐妹妹 哥哥弟弟 儿子女儿 那这个谁的嫂子 谁的小姨子 对不对 谁的叔叔 谁的姑姑 对不对 一大堆全是这种这种人 大家去观察一下 这些人都是台湾当地啊 台湾社会当地的什么人 这些人掌控着台湾的土地 这些人掌控着台湾的房产 这些人还能够进入议会 制定法条 对不对 这些人不得了 对不对 你柯文哲敢得罪这些人 对不对 你可以喊居住正义 你可以借着这些话题骗傻子 对不对 你可以借着这些话题 让台湾的所谓的年轻人给你投票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台湾的人上人能忍你 但是的话 你真要是找到了这个供需关系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核心方案 这些人就来解决解决你 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强龙不压低头蛇呀 对不对 台湾的这帮低头蛇 你惹得起吗 所以说呢 看似啊 这些啊 台湾的这些政客们啊 都很关心台湾的年轻人 居住正义 居住正义 对不对 然后的话像馆长 居住正义 我办游行 民进党太坏了 居住正义 对不对 这些人 把职业的政客 对不对 黄国昌 这些人职业的政客 每一个人啊 惊得跟猴一样 谁跟你说实话呀 对不对 谁跟你说实话呀 台湾的土地政策不改变 这些问题不会解决 台湾的供需关系不改变 这些问题不会解决啊 那如何改变呢 看大陆嘛 限购嘛 只有这一种办法 对不对 让一个人啊 只能在一个城市买一套房 两套房 多买那就不行 对不对 只有改变了这个结构 你的房价才会相应的稳定 而且还不能让房价大跌哦 房价大跌 房地产商全晚 对不对 房地产商不赚钱了 房地产公司全晚了 谁给你盖房子 这就是一个政策 对一个社会的影响 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它没那么简单 喊居住正义 半场游行 就居住正义了 加个税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是听起来简单 年轻人听着也爽 对不对 让你们买房 造房 收你们的税 对不对 是爽 但是不解决问题啊 为什么啊 这台湾的这些政客喜欢 哈年轻人 年轻人站出来 原因就在这 对不对 这个思考啊 这个比较容易上头 对不对 就容易上当 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啊 这个纯志汉 馆长啊 他举行游行 另外一个口号 司法的正义 对不对 到处都是棒球队 到处都是棒球队 满台湾啊 满台湾各地啊 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棒球队 台湾人爱体育 对不对 然后这个问题 为什么刚刚才跟大家讲 他的核心 其实跟啊 刚才跟大家聊的 那个居住正义的核心 是一样的吗 都一样 对不对 台湾呢 有没有黑帮 有 有 真有 对不对 竹连四海 什么呢 那一大堆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啊 就是你看到的棒球队的现象 就是台湾的社会新闻里边那种棒球队的现象 那不是台湾的黑帮 有没有可能啊 有台湾的黑帮 有 但是 那么普遍的现象 他不是台湾的黑帮 而是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门发氏族 地方派系 各地方上的一些势力啊 这些势力 刚才跟大家讲了 手上有房产 手上有土地 有土地可以盖房 对不对 有土地可以盖房 也可以建厂 这些人建的都是什么样的厂 这些人建的啊 放在台湾社会里边 估计啊 我相信一般的台湾人都会有 都会了解啊 叫什么杀实业 对不对 就是弄点水泥啊 搞点什么实杀呀 对不对 其实都是跟房地产行业相关 其实大家也可以解读成 这种行业是什么呢 这种行业一般都是那种 低技术含量 低知识含量的那种行业 对不对 你挖沙子有什么技术含量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都是从事的一些竞争 可能会比较激烈的行业 可是你如何在一些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行业 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 能够独处一致呢 你就得搞点灰色的了 这个灰色的是什么呢 掌地盘 拿着棒球棍啊 拿着一些啊 这种帮帮帮啊 就这种玩意儿 可以吓呼诸对方 让对方自己跑了 对不对 然后把他那个啊 厂子交到自己手上 这就是台湾的 这就是台湾的 地方派系啊 台湾的地方派系 为什么都有很明显的灰色 黑色的这种色彩 原因就在这儿 因为他有土地 他也有一些产业 这些产业 低技术含量 技术 低技术含量 面对竞争的时候 就得囤一些这种游手汉 好闲的啊 这些子弟 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因为他有钱 他也可以养着这些人 养着这些棒球队啊 他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一些势力啊 所以说哎 大家就会看到这种现象 对各种各样的棒球队啊 在地方啊这个鱼肉相里 都不得了了 全是一帮坏人 总而言之吧 台湾的啊 这个社会问题 治安问题 司法正义啊 还有居住正义 其实都是因为台湾所谓的政府 动不了地方上的这些地头蛇 所造成的 谁能动得了啊 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动得了吗 民进党动得了吗 还是你柯文哲动得了啊 对不对 柯文哲敢动吗 对不对 他敢不敢动 好敢动什么 他敢动吗 他说的是什么 说的就是加税 对不对 说的就是加税 到最后倒霉遭殃的 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啊 对不对 加的税 那些税 到最后你租这个房子 你得掏这个税钱 你买这个房子 你得掏这个税钱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需求在啊 你只要需要买房 只要你需要租房 你必然要租那些少部分人掌握的房子啊 那些人只要是对不对 能够控制啊 这个供需 对不对 他提供的这些东西啊 他控制了源头的话 他就会形成一种意义上的垄断 他给你所谓的政府给他加税 加税加呗 对不对 你加多少钱 我涨多少钱 我涨多少钱 你买不买吗 你买不买 对不对 只要你要买 那这个税钱 你承担 供需不平衡所造成的 所以说呢 台湾的门阀士族 地方派系 这些势力你如何解决啊 到地方上全都是啊 县市级的议会的议员 对不对 有些人还是立委 对对 还能进入到国民党民进党的所谓的党中央 对不对 国民党民进党党中央里面的地方派系有多少啊 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些人往这摆着你动他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插刀吗 那怎么办呢 骗傻子吗 骗傻子吗 我关心年轻人 我在乎你们 我在乎你们 我爱你们 爱死你们了 我给你们司法正义 我给你们居住正义 那如何解决呢 加税嘛 那司法正义如何解决呢 哎 这个是个司法的问题 这个司法的问题 所以说也就有了啊 那个柯文哲啊 所说的啊 司法问题去问黄国昌 这个问题他给不了答案 对不对 他不是一个黑帮黑社会的问题 他是地方上的势力的问题啊 地头蛇的问题啊 那这个 那那那那那台湾这这帮年轻人相信这些吗 新哪 各位可以看看马互联网 对不对 台湾的那帮啊 一看见柯文哲啊 柯文哲当选 柯文哲当选加油 对不对 你说的对 对不对 你说的太对了 太有道理了 你比其他那些政客都棒 大家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那不就是大型的骗傻子的一个场合吗 这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啊 这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啊 你以为你有权力 你以为你厉害 你以为你最大 对不对 你有选票 你最大 你以为 那是你以为 对不对 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能够把你手里那张票弄过来 那才是最主要的目的嘛 一到选举的时候 给你办办这种游行 办办什么什么什么机会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让你嗨起来 把票拿出来 给你说两句好听的话 我给你居住正义 我给你司法正义 对不对 你的票拿过来之后 拿过来之后 谁理你啊 平时没选举的时候 谁给你办游行啊 这就是台湾 大家慢慢看吧 今天也就是简简单单的 跟大家聊聊 馆长办的那个游行啊 这个游行 可以让大家看到台湾这个社会 好玩之处吧 那台湾这个社会 有没有未来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先看看热闹 看看笑话 挺好啊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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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啊